欢迎回来 朝鲜频密地试射弹道导弹 对外炫耀武力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强调 朝鲜正在坚定不移地 推进核武力建设政策 以倍增的态势来增加核武器的数量 并且需要强大的军力 来应对美国构成的各种威胁 朝中社今天报道 金正恩在朝鲜建政76周年 纪念日说到 朝鲜还需要进一步地 完善核武体系 确保随时都能够适当地 动用核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 并强调朝鲜是个负责任的 拥核国家 只是出于自卫的目的 拥有核武器 但是谈到美国 韩国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 他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军事圈子 演变成了以核力量为基础的集团 已经对朝鲜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武器 作词 杨核武器